主子命稳眼前来邀约 今夜与主子在别院一续 别院 什么别院 是那个不让人见的别院吗 正是 看来郡主 在主子心目当中的地位 已经有所不同 敢问郡主是否愿意 答应今夜的邀约 不见 这些是马郡主送你们的礼物 既然是郡主的好意 都收下吧 谢主子 该谢的不是本王 主子 属下斗胆 当初 怕是主子一时气化 所以没敢扔 马摘兴 可准时赴约吗 郡主回答 不见 不散 我 你 我 你 你 宫主请 主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有劳了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孤灯挑尽 未成眠 迟迟钟鼓 出长夜 耿耿星河 欲数天 悠悠生死别今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殿下也懂长恨歌 白居易 自乐天 此人名字居易又乐天 却偏偏写一首长恨歌 本王想知道 他到底恨些什么 曲终又能否不恨 那殿下是否有答案了呢 最后两句说了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难道殿下忘了 在这两句之前是 但教心似 今殿间 天上人间 会相见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 私雨时 在天愿做 比翼鸟 在地愿为 连礼之 所以 郡主如何解读 我觉得 只要是在夜半无人 非迎人舞之时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白乐天说了 只要心比金尖 就算是天上人间 都能相见 那是诗人的想象 我喜欢这想象 我喜欢这想象 也喜欢伯王的庭院 只是 伯王殿下的庭院 如此之美 为何要禁止他人他族 为何 今日却邀摘星前来 因为铁树开花了 因为铁树开花了 你是第一个 踏入本王禁地之人 可知道 本王为何要救你 因为我一直认为 你与我的婚约 权威的利益儿子 才会对郡主的为人 有所偏见 直到昨晚 本王无意间发现 郡主确实是个 为保护自己心中的信念 坚持到底 不顾他人误解 善良美好的人 多谢殿下的义美之词 多谢殿下的义美之词 本王已为郡主设宴 请吧 我不胜久力 担心 会像赐花那碗一样 给殿下添麻烦 不胜 本王答应 绝不会怪罪你 那夜 你把本王误认成了他人 马进曾与本王提过 郡主儿时有个朋友 叫狼仔 是被狼抚养长大的 我想 他就是你说的 与本王相似的挚友 孙主腿上的旧疾 也是因他而来 狼仔是我小时候最重要的朋友 我们分别的那一天 我俩都受了伤 我只是区区的腿伤 可是他却被我的欺骗 害得遍体鳞伤 我明知道 他活着的可能微乎其微 但是我宁愿相信 他尚在人世 只是无缘与我相见 很多话想对他说 只是没有机会了 很多事情想和他一起做 也没可能做了 你们以前相处 狼仔是怎么称呼你的 他换我 兴儿 兴儿 这么多年 我一直希望狼仔换我兴儿 可是就算他现在还活着 对我也只剩下恨了 我背叛了他 兴儿绝非有背叛之心 当初的狠心绝情 都是为了保护他 纵然狼仔 也在九泉之下 他也一定知道 他当初兴儿所为 都是为了他 他心里只会有感念 迁就 明明知道 殿下是想安慰我 可方才竟有些恍惚 以为是狼仔原谅了我 兴儿 狼仔会原谅你的 狼仔会原谅你的 殿下虽与狼仔 有着神似的容貌 可终究不是他 则会知道他心里的想法 但他一定知道 你比谁都不好过 狼仔消失了 你也被囚禁了 这么多年 你有哪一天是真心快乐的 我曾经很快乐 曾经 在狼寿山上 他带着我奔跑 他让我看见风 让我可以听见蝴蝶振翅的声音 他和我一起吃肉包子 抢我手里的糖葫芦 竟然 狼仔还是爱吃肉包子吗 真的 那狼仔还爱吃糖葫芦吗 也吃 馨儿也爱吃吗 肉包子 馨儿也吃 只是不香了 汤葫芦 馨儿也吃 只是不甜了 一个人不管做什么 吃什么 都不香不甜了 馨儿本来是不喜欢 吃肉包子的 是因为跟老仔一起吃 所以才变得香 唐葫芦 也是因为跟狼仔一起吃 才变得更甜 记得当初 你不见后的第一天 我就去买了一串唐葫芦 可是它真的好苦 好苦 这么多年来 每一串唐葫芦都好苦 好苦 好苦 不苦了 不苦了 每一串唐葫芦 也不放火 只要狼仔回来 馨儿就不苦了 狼仔 回不去了 馨儿 你别再抓着不放 你自责的太久 我希望能在你的里面 应该忘掉过去 好好地过日子 我一直在这守候 未曾变过 像一万年前 那一颗星球 依旧在闪烁 你以后 你不想了 你不想了 我 也不想了 你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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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